近日,戏剧高评类想中华中国帮子大会在山西高评席镇举办,这场罕见的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88位帮子戏青年演员踊跃报名,大显身手,最终,11个剧种的20位青年演员成功入围,乐剧表演艺术家何塞飞,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东乔和秦江四大名单之一齐爱云等戏剧名家担任了评委。 在小组比赛中,禁剧演员张军波表演了一出清风亭蛇子,唱腔稳健,人物情绪处理细腻,极富感染力,最终赢得了满堂彩。 禁剧舞台长期被女徐生掌控,张军波横空出世,被认为是男徐生的优秀接班人才,张军波毕业于山西省戏曲职业学院,功底深厚的他被省团相中,从县城来到太原。 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老家,张军波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热爱戏剧的他有时高烧到39度,仍然坚持登台表演,但因为在剧团一直都是临时工,迟迟无法转正。 所以张军波每月到手的工资只有1500元,为了养家糊口,演戏之余他还去跑网约彻,送外卖。 最难以为继时,爱人半开玩笑的要和他离婚。 主持人白燕生在讲述张军波的处境时,感慨万分,我是真的很难受。 因为我觉得像这么好的演员,我真的担心他们有一天因为生活和工作的不顺,离开这个舞台为此,他再次呼吁。 每一个院团长都应该善待这样好的年轻演员。 我们老说戏曲的未来在青年,光喊口号有什么用? 我们需要有人为这样优秀的演员保驾护航。 年轻演员才有出路,戏曲才有出路啊。 随后,和赛飞声泪俱下的一番话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功名。 你说为事业,为中国戏曲坚守,哪有这么多高尚的想法? 他就是爱好,他喜欢,他从骨子里喜欢。 真兴戏曲真的不是喊的,他就是艺术家。 大家都看到了,这出戏很难演,就这么一个人。 虚述性的,带着情绪的,不是艺术家怎么能够把持住整个情绪。 这样的艺术家不保护,不给予基本生存,给谁。 面对和赛飞的大声几呼,很多人也都感动落泪。 被和赛飞老实的话震撼到了,刚派服他说真话的勇气, 我们整个社会何尝不是缺少这种敢说真话的人啊? 仗义直言的人不多了。 这是一个具有良知的艺术家的灵魂拷问。 也有人为青年戏曲演员遭受的不公而痛心疾首。 国家在民族文化振兴上其实投入不少, 但是真正需要的人却用不上。 真正热爱的人却要忍受贫穷,问题出在哪? 你们把钱都用到哪里了? 说到文化振兴,有人不以为然。 尤其觉得戏曲作为行而上的古老形式, 在今时今日,不必如此大力匡扶。 在此,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多年前,著名学者龙应台带父亲去台北看四郎探母。 当父亲看到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 千败万败,熟不过儿的醉来时日不惊老泪纵横。 这个十六岁就从湖南离开家的少年, 在战争的炮火声中仓皇辗转,最终陷于孤岛。 七十年岁月如江水飘月, 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 我才发现,啊,四周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 有的拄着拐杖, 有的坐着轮椅。 他们不说话, 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一场四郎探母, 唤起了所有失散者和游子的相仇。 哪怕隔着茫茫的海峡, 哪怕隔着数十年的岁月。 为此,龙应台总结文化之余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 随地乱滚, 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文化生生不息, 距离城市, 所以才有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历经数不清的战乱与灾难仍无法被摧折与泯灭的历史, 所以才喊育了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情感体验。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的思想怀缘。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旷达豪卖,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的耿耿忠诚。 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 科技大潮汹涌澎湃,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文化的功用与意义仍然无法被取代。 正所谓, 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但不可否认的是, 如今, 我们的戏曲传承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中华戏曲是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地域, 不同风俗的产物。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曾经有过无与伦比的辉煌, 但在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大潮和现代社会节奏面前, 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生存的困境, 特别是在影视, 音乐和互联网等多元文化及娱乐方式的冲击下, 传统戏剧愈发举步维艰, 再加之戏剧团体内部存在的种种击毙, 更是使其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 这些年国家对文化振兴的扶持不可谓不大, 从政策支持到资金投入, 但是到了执行层面, 好经也屡屡被念歪, 有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献身说法, 提到了评审团体垄断性结构的问题, 揭开了戏剧界长期存在的冰山之一角, 某是正牌歌舞剧团排的音乐歌舞剧, 想申报国家项目, 拿国家Sex想, 于是就请该奖评委某协会会长来做编剧, 天可怜见, 整个都是舞蹈拼盘, 一句台词没有, 做编剧给一次钱, 当然不够, 于是又邀请着会长的老婆来做服装设计, 拖了大半年, 给了一堆图片, 看起来大概是八个人乱画的, 还有从网上直接下载的图, 最后全剧大约110个造型, 95个左右都是该网友完成的, 但编剧服务人却轻轻松松地拿到了30万设计费, 署名也是人家的, 该网友去找领导, 领导答复, 他们拿30万能保证我们的XX想, 你设计做得再好有什么用, 评审机构一家独大,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进而形成垄断, 表演单位或个人, 为了获取相应的资质和奖项, 便只能向其献出投名状, 而很多优秀的人才不若此, 也很难出头, 此外, 跟网友还揭露了基层的问题, 国家拨款后, 自己人组团把名额占了, 拨款拿了, 钱一分, 随便演几场, 鬼都不看, 这事就结束了, 群众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唯一变化的是, 利益集团不断丰满的钱包和高大上的履历, 别遇和赛飞老师痛斥的如出一辙, 你们口口声声没花奖, 文化奖, 几百万几千万花那么多钱拍一台戏, 得了奖之后放在仓库里面, 老百姓也看不到, 戏呢, 钱呢, 到哪里去了, 不可否认, 现在有些专业院团对戏区发展, 确实做了不少工作, 但与此相反的是, 很多单位新编戏的创牌, 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理精力, 但在评奖和评级后就数之高格了, 舞台上显有新剧幕演出, 巧立名目中饱私能, 当损工肥私者日益盆满钵满, 基层的戏剧就难以得到真正的复兴, 但缺乏严格的审查监管机制, 专项扶持资金被截留, 被占用, 被瓜分的问题, 其只单单发生在戏剧界, 肉腹生虫, 鱼窟生肚, 肚者善权, 愧者不得冲, 弱者不得福, 闲者难得出, 不呼。